九三軍演節即將到來 國防部公布新影片 民眾夾到歡迎國軍 象徵軍民同心 保衛臺灣守護家園 國防部公布空軍換下兩千戰機 在八月二十五號近距離監控 中國運發反潛機照片 更以中雲節鬼門開惡靈退散 批對案惡霸行為 而這也讓中國氣得跳腳 旁邊當初 否則是自取滅亡 對案高分被回嗆 意圖在挑起緊張對立 而根據我國防部 今年中共軍力報告書指出 習近平將在二零二八年前 第三任期內推動解決 臺灣問題 犯臺可能性增高 中共軍委會將領具備實戰經驗 首輾臺海失誤等資歷 共軍將強化對臺作戰整備 或者是粉飾太平 確保對岸習近平或是他們中共領導人 沒有這樣的政治上的意圖 或這樣的一個決心 來採取軍事的行動 這才是我們在戰略上最重要的目標 從設計 製造 載道組裝 組成一支槍械 因軍人節將到來 文總分享國軍匠人魂 揭秘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第二零武場 如何專研武器改良等 團隊從錯誤中嘗試 最後成功改良國造次槍 每個人在不一樣的植物上去莊嚴 就可以帶出一個很好的作品 這個就是匠人吧 透過國軍的職人生意 不僅祝賀軍人節快樂 也讓國人更加知道 國軍保衛家園的決心與毅力 三兄聊天 人博台北參謀島